好累喔 準備吃我的特製早餐吧 欸 這是沒有苦 但是很厚勁 怎麼那麼苦啊 我就這樣 嗨 我已經想好所謂就是CT的特製早餐了 其實我早就想好 我有看各大網友講的 但是因為昨天是吃素 所以要特別挑過 我就特別去找一些特別難吃的菜 但是很健康 好 第一個就是苦瓜 紅蘿蔔 香菜 芹菜 茄子 青椒 然後特別加這下面兩個 就叫做 水果 橘子 蘋果 進去 用這種八種混在一起 然後吃一下 特製早餐吧 好 我們已經收到了以為來自遠方的影片 那 哇 他開的菜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致命 裡面有好多東西都是我沒那麼喜歡的 但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要來做一道特色的地獄料理 所以待會我們就把他給我們這個菜單 加上我特別準備的這個披薩餅皮 然後來到地獄披薩特輯 那我們就開始吧 橘子 蘋果 這個是苦瓜 這個是 哇 甜椒 各種顏色都有啦 還有茄子 連紅蘿蔔都有 最後還有一把芹菜 這些料理全部都要露菜啊 還有一個最後的重點 就是這一片 我們的披薩餅皮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策略呢 就是把這些菜 然後都加入我們的 披薩這個切片的餅皮當中 然後再把它放入氣炸鍋 我想應該就已經完成了這道特製的地獄料理了吧 那有人在披薩上加苦瓜的啦 還加茄子 然後 採椒我覺得還OK 你有看過有人在 在那個 披薩上面加紅蘿蔔嗎 然後再來 他怕不夠甜 還給我的一顆橘子跟蘋果 最後 還要來一點芹菜 最後因為我們沒有買到 就是香菜 所以我們特地的 自己加碼了這一顆 皮帶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來把這些菜 都變成小小的樣子 然後可以放在披薩上面的份量 我們就先來料理吧 Let's go 好那我們先來 把一些要處理的菜處理一下好了 像芹菜這麼大法應該是 沒辦法 我們先來加 好吧我們先把它撕一撕 我也不知道我這樣做對不對 反正我就是一個很不專業的料理 這個芹菜等一下去洗一洗 苦瓜我們是不是要先把東西挖出來 再拿去洗 那種一千二百 它的紙是紅色的喔 生的苦瓜吃起來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我試吃一口看 沒有苦耶 這是沒有苦 它是很厚勁 沒有苦耶 茄子拿去洗一洗 這也切一點 我們把這些洗一洗 再拿出來做料理 OK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 我們要來削蘋果 我們備料完成之後 我們下一步就是 要把我們的披薩 然後切成 可以放到我們 氣炸鍋裡面的尺寸 所以我們剛剛比對了一下 我們大概把它切成四分之一片 然後放到我們的氣炸鍋 再來開始把這個配料做個擺盤 OK SET CHEESE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做一個擺盤的動作 以為了這個地獄特製料理廚房呢 就是希望我們在每個角落都布滿了 它給我們的愛心 但是我現在發覺 我每個料好像都切太大 一種擺一個料好像就已經滿了 我們來試擺看看 首先重頭戲的皮蛋 先給它上場 皮蛋一定要先給它擺進來 皮蛋旁邊配一個橘子 在尾巴整個吃到已經覺得有點膩的時候 再來一片清爽的蘋果 配在我們的皮蛋旁邊 這邊來一塊茄子 填膠的部分 點綴一下 兩邊 苦瓜的部分 我們在這個尾韻的地方 給它一個苦瓜 像這樣子 這樣上面 灑滿 灑滿我們芹菜 再來一塊 就這樣 壓著 OK 我們已經完成我們特製料理的擺盤 目前上面呢 這邊的部分 第一口咬下去就會咬到 特殊的橘子的香氣 那在中段的部分呢 我們加入的是 茄子 還有甜椒 黃紅 分別都有 那在後段的部分 欸 你們看到了 兩塊苦蛋 左邊呢 還有一個苦瓜 右邊是我們的蘋果 OK 那我們就送入七炸鍋 真的只能這樣一塊 好 我們就把它送入烤箱 大概 十分鐘好了 登場囉 我們先來 給它擺排一下 再給大家看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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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哇賽 已經出爐了 這就是我們的地獄料理 聞起來呢 是有一點披薩香味 但是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皮蛋的表面呢 已經有點微縮Q氣 我們這個 欸這個蘋果跟橘子說實在 烤的算還不錯 但是它一直有一股那種 鹹蛋黃的味道 不是很好聞 那我們就 開吃吧 欸 以為接通了 你看 我做好了 哇 這麼快啊 一片而已啊 一片 一片就好了啦 我跟你分享一下 因為氣炸鍋太 中間那什麼黑媽媽的 我跟你分享一下 這一片呢 目前是這樣 這邊是橘子 然後 這邊中間是兩顆皮蛋 有沒有 然後這個捲起來這個 這個是苦瓜 上面這邊布滿了芹菜 然後這邊是蘋果 那香菜咧 香菜就買不到啊 香菜買不到 可是我改加皮蛋 皮蛋很臭耶 整個 橘子就一顆而已啊 一片而已啊 因為我這個 我原本想說放三片 但是其他就放不下了 好 好啊 快點吃啊 你要全部吃完啊 好啊 我在你面前吃 沒有我就是 橘子 橘子看起來蠻好吃的 橘子是第一口 我應該先清爽的開始 好 很難吃 還噴水 你是用什麼煮啊 橘子好苦喔 怎麼那麼苦啊 我就知道橘子很苦啊 白癡誰跟你 好 好苦啊 欸 我想喝飲料 鶏子煮熟就很難吃啊 白癡喔 你這 鶏子好苦喔 先從旁邊那一朵菜開始 一朵菜 這一朵菜現在是 苦瓜跟芹菜 喔 苦瓜 你苦瓜放多少 這樣一小片呢 苦瓜放蠻多 喔 橘子真的好苦喔 第一開始就要讓你先吃苦苦的感覺 後面苦瓜就不會苦 我剛還在影片裡說 我第一口想先放橘子就是來個 比較清新香甜的感覺 幹 烤完直接苦掉是什麼啊 好 接下來 旁邊這邊是那個 苦瓜 第二口 苦瓜應該到後勁 好苦喔 吃到好難吃 很難喔 你要連完吃 你要連完吃啊 我不想吃 欸 下面還有一塊茄子 你有看到嗎 這一片 你知道為什麼要放茄子嗎 苦瓜好苦喔 因為茄子我最討厭吃 然後它又爛爛的 然後想說烤完應該會更爛 可是我覺得茄子可能是比較不雷 因為它本身不會散發什麼 苦味或 甜味 但它很噁心啊 它烤完是那種 狗狗的那種 茄子好吃嗎 茄子好吃 特別失敗 失誤 失誤 可是我其實 我現在覺得這個皮蛋這邊是最恐怖的 就是 我覺得皮蛋 那皮蛋你被夾了什麼 就兩顆啊 兩片大皮蛋你沒看到 裡面就是 裡面有甜椒 還有芹菜 一堆芹菜黏在上面 我吃不下了 我吃不下了 我先 這是我們兩個之間的約定 太餓了啦 我現在把這口那個 皮蛋直接吃下去 好啊 壞臉 我以為好餓 好像大便 很大便 快點配一下旁邊的那個菜啊 配一下旁邊的菜 這樣可以調味一下 要配一個蘋果 配一下蘋果 蘋果應該蠻好吃的 皮蛋其實 蠻好吃的 它那個味道 它那個味道一開始很嗆 可是 越吃越好吃 皮蛋買的不難吃 它那個 皮蛋只是聞起來很臭 啊我應該要放榴槤 還好沒有放 最難吃就是橘子 橘子真的太噁 橘子太苦了 誒 奉勸大家不要把橘子拿去加熱 好恐怖喔 對 明年的話 我們再PK 明年直接 橘子一鍋 橘子PV車 橘子茶 從頭到尾最好吃的東西 其實反而是皮蛋 因為皮蛋 那個味道只是聞很臭 可是吃起來還好 可是最難吃的就是橘子 跟那個 苦瓜 都好苦喔 我現在是最後一個 蘋果 最後一口 尾韻 還好快點塞下去 蘋果其實也有點噁心 吃進來那個 因為我蘋果切得比較厚 它吃進來是那種 熊熊爛爛的感覺 味道有點怪 因為我上一口是皮蛋 結果我下一口是很像蘋果派的那種味道 就是 蘋果派不是裡面 會吃得到蘋果熱熱的 然後軟軟 就是像這種感覺 我不敢吃蘋果派啊 喔難怪你會出這種那麼可怕 好啦 今天的地獄料理 特餐 就到這邊結束了 OK 那我們就一起 跟觀眾說再見 我是你叫楊德瑞 如果 還沒有看過我們PK的影片 可以點這邊 下支影片見 大家要去看喔 掰掰 掰掰 這個影片 會不會 wildlife 跟我在 聊天 在 有